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媛媛 今天咱们说秦淮八雁的另一位 就是秦淮八雁里公认的老大 柳如氏 说柳如氏为什么敢称秦淮八雁的老大呢 咱先说他这名气 咱们很多朋友 尤其学历史的朋友 您一定知道有一位历史学家叫陈英雀 就是大家 当年陈英雀成为清华四大导师 他在国外游历了八个顶尖的大学 居然没拿到一个文凭 清华大学要请他的时候 这校长都嘀咕 说这人也没什么文凭 梁启超说 我学问怎么样 您当然大学问了 我不如陈英雀 你要不请他 你把我也辞了 所以陈英雀的学问 在史学界 在整个学术界是公认的 那么陈英雀在步入晚年的时候 他在搞历史研究的同时 花费了很大精力写了一本书 这书名叫柳如氏别传 就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顶尖的学者 他拿这么大功夫 写一个秦淮八雁的青楼女子 您觉得他是闲得无聊了吗 肯定不是 就柳如氏这个人确实值得研究 一个女的能称老大 那他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女子的一些刚烈气质 跟咱们今天话说 一般女的敢叫老大 那都得是女汉子一级 说柳如氏一个青楼女子 给人感觉文文弱弱 亲戚书画 样样都通 人长得也漂亮 怎么能跟女汉子联系到一块呢 他也不是那个干出活 上阵打仗的金国英雄 我就给你说一个他谈恋爱的例子 你就看着 因为他秦淮八雁 当时他是头牌 追捧他的附加工资有的是 咱们前面给大伙说过 那追捧青楼女子的 那和找妓女的可不一样 那不光是地位尊从 得有钱 还得有学问 那个时候大明有个宰相 叫徐杰 他的曾孙子 徐三公子 这也是名门望族啊 就喜欢上这柳氏 狂追柳氏 柳氏呢 看不上他 不见 后来这徐三公子那都不是一至千金的 一至万金 我就想跟你柳氏见个面 你看这钱花到了 给点面子吧 就这么这个 柳氏说我平常也没工夫 大年三十也没什么客人了 你来咱吃顿饭 就这么着徐三公子 大年三十下午 到了柳氏这画船上 说怎么在船上呢 秦淮八雁 秦淮八雁 在秦淮和尚啊 他们一般这个顶级的青楼女子 都有一艘船 在这个船上呢 既搞一些营业项目 同时呢 也在这个吃喝睡呀 反正生活也在这上 所以呢 一般呢 这个贵公子到这地方来呢 一般得到船上来 这么三十下午来了 聊聊会儿天 哦 这柳氏就对着徐三公子啊 到底几斤几两就弄明白了 来了得吃饭呢 人钱都花到了 陪徐三公子吃顿饭 吃完饭呢 这徐三公子喝点酒啊 咱这么说 酒红人面 色动人心 这时候天也擦盒了 灯瞎看美人 越看越惊人 这徐三公子就有点不大规矩 动手动脚 哎呀 娘子啊 今天晚上我不回去我就在这儿 留着是啪就给他一嘴巴 说我说 这客官你放尊重点 你也是贵戒公子 祖上也是当朝宰相 干嘛呀 大年三十出息守岁 你不回到家里头 敬父母 誓天地 祭祀鬼神 你还要在我这儿住去 你还要不要脸了 这人 把这徐三公子一顿臭骂 这徐三公子这时候酒也醒了 赶紧给他赔礼道歉 柳儿是说 说实在的 我根本看不上你这样人 刚才咱也聊了 你说你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头 你这个文化怎么这么刺啊 你说你做那个诗 野猫馅饺子一股兔崽子味儿 什么玩意这是 就你都对不起你这 这个家庭出身 但我看你呀 有绑子力气 说到这儿徐三公子精神了 站起来 你看我这脊肉 我这八块腹肌 我怎么过 平常我师父练武的 我练家子 好 你要这样 学成文武艺 暴雨帝王家 你既然文声不行 你从武上想办法呀 现在咱这个大明江山 岌岌可危 北边 这有这个大清逼近 南边 有张献东造反 你不如啊 上前线报效国家 哎 后来这徐三公子 果然被柳儿氏激励的 上前线去了 后来还在死的前线 以身殉国 你看 我说的这儿 你可能想起来了 这我前些年呢 看那个铁纸铜牙 纪晓兰 里边和珅他儿子 叫封神殷德 这可不是编的 历史上十有其人 说封神殷德 那看上这个 那小月姑娘了 小月姑娘没看上她 说你都追着小月 小月说你呀 男子汉大丈夫 当报效国家 后来封神殷德 就上战场了 还立了公文 我估计 这铁纸铜牙 纪晓兰 这应该是 这本子好像是 邹静芝写的吧 我估计邹静芝 就参考了柳日市 智姬徐三公子 这么一段 所以你看柳日市 你徐三公子 这么有钱 地位这么高 没看上你 而且人家没看上你 也不是简单粗暴拒绝 还给你指条照 小女子区区不才 也知道 大丈夫当报效国家 还指着这么条照 所以你看柳日市 虽然是一青龙女子 这个胸襟 这个气度 很令人敬佩 说他为什么 有这样刚烈的 性格和气质呢 这咱们按一般人分析 就肯定得说 他童年时候 还不错 柳日市的童年 也确实和别人不一样 咱们前面说过 这青龙女子 有一个来路 是什么呢 咱们管这个叫 扬州兽马 咱前面说过 兽马就指着 穷人家的女儿 活不下去了 在扬州地方 这件事比较多 然后人贩子 把她买回来 书洗打扮 又教她琴棋书画 教她待人接物 教她怎么风情万种 然后就把她卖了 或者卖到青楼 或者卖给大户人家当小妾 那么这柳日市呢 他本来不姓柳 他曾经姓过杨 其实他也不姓杨 他姓什么 谁也不知道 他当时几岁的时候 就被人贩子给买过来了 经过调教呢 十来岁的时候呢 卖给了当地一个大户人家 这个人不得了 是朝廷退休下来的首府 大明时候不设宰相 一般首府被称之为宰相 这个首府叫什么 叫周道登 卖到周道登家 当时柳日市也就十二三岁 哎呀 这个周道登 喜欢的他不得了 这自个儿小羡慕 经常把他 十二三岁才多大点 经常把他抱到自己 这个腿上 坐这来 老公教你十字 还傻老公 那素数比柳日市 爷爷都大 说白了把他呀 很喜欢 疼得不得了 又教他文化上不少的事 可是一来二去呢 这家里头啊 大奶奶知道这事 说这孩子 比你孙女都小 你老不要脸的 你好意思 这大奶奶 联合其他几方姨太太 就要琢磨这小姑娘 没办法周道登挺疼这柳日市 就只能啊 我把你送走吧 我交给别人 就这么把柳日市呢 就送出去 送出去送到谁家呢 一个姓杨的人家 也是开这青楼的 那只能送到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柳日市呢 就改名叫杨爱 也叫杨颖连 什么意思 顾颖自连 说叫杨爱 缺什么叫什么 缺乏爱 缺乏父爱母爱 都缺乏 不得以顾颖自连 所以杨爱杨颖连 到了他家 那么一转眼呢 十五六岁了 这时候柳日市 开始了自己的青楼女子生涯 开始营业了 买条船 在上边 接待富家公子 他这一挂牌 秦桓和一带轰动 为啥 这牌子挂得好 这牌子上写着五个字 叫宰相下堂妾 什么意思 说这个主啊 原来是宰相的小妾 现在呢 从大户人家里出来了 到这来营业了 你琢磨琢磨 来的这些 有钱有闲 有地位的 有文化这帮人 他原来是宰相的小妾 哎呦 来路不一般 这我跟他吃个饭 或者进一步交往 不掉碰 一下柳日市就火了 这就好比当年呢 咱都知道赛金花 赛金花算是嫁给了一个状元 后来随着状元红军呢 到了这个欧洲几个国家访问 在那认识的后来 巴伯联军 德国大元帅瓦德西 以至于赛金花 后来下海营业 走上青龙女子道路的时候呢 在上海挂牌 当时在上海 司马路一带挂牌 挂的就是 状元家的女人 你这了得吗 状元夫人来干这个来了 宰相下堂妾来干这个 所以这个营销手段呢 很厉害 刘氏当时就活得不得了 那身边可以说围着这人 乌央乌央的 咱都知道白局一写 那个 琵琶行里边 说里边那个 晚上谈琵琶那位 那原来就是青龙女子 特别红的 那叫电头银币 鸡解碎 血色罗群翻酒 今年欢笑 复明年 秋月春风 等闲度 五零年少 争蝉头 一曲红枭不知数 那说的什么 就是说青龙女子当时受人追捧的盛况 柳二世身边 聚集了一大群 高质量的文人默克 而且还有钱 当然你想追到柳二世 这很难 这里头呢 有这么一位 跟柳二世有过一段 很甜蜜的恋爱时光 他叫什么 叫宋征瑜 这个宋征瑜呢 家住松江 世家子弟 文采相当好 这宋征瑜十几岁 也就是十六七岁的时候 知道这柳二世 就开始追求柳二世 他俩岁数数差不太多 这宋征瑜站到岸边 这么传吗 就是我要见柳姑娘 柳二世不见 今儿累了 那好 你不见 我就这样子等着 从上午等到中午 从中午等到下午 饿得这宋征瑜啊 两腿都站不住了 眼看这时候 天又晚了 哎 太阳快落山了 柳二世说 他既然这么诚心 想见我 那就下水吧 什么意思 你别从这个 板子上面过来 你要真想见我诚心 我船在水里 你扑通跳河里 你帮我来 这话其实是个玩意要话 就意思你啊 别在这硬挺 等着回去吧 哪天咱俩 二目一对 来电了 你再来找我 结果呢 这宋征瑜当真了 噗通 跳下水了 往前倒几步 也是饿一天 没气力 本身那个 富家子弟 这体根也不是这么好 差点在水里就淹死 一看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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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工啊 旁边的丫鬍啊 大把手扔绳子 把这宋征瑜拽上船 这个时候是秋天 这个时候是秋天 那个水凉啊 一上船之后 冻得浑身直打舵 柳师一看 很是心疼 来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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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你把这衣服脱了 正好这有火炉 给你烤一烤 这时候俩人 反正这宋征瑜 衣服基本就脱了 光着绑子 柳师一看 很是心疼 哎呀 你看你看 跟你开去玩笑 要我说 这女人谈恋爱是这样 你看这个男的 他又不喜欢这女的 这女的怎么对她好 是咬牙切齿 甚至剁手指头 没有 但是女的可不一样 男的有时候 做出一点 惊世骇俗的举动 容易让女的 一下就觉得 呀 他为了我能这样 看来这是我 这辈子的真名天子 这时候柳师一看 宋征瑜 大冷天在这一战 战一天 完了还下水 冻成这样 心里很感动 俩人就好着了 这个时光 大概能持续 有过一两年 柳师呢 不愿意这样 再寄予下去了 为什么 你看你对我这么好 我也认为你好 你给我熟了身 我嫁给你不就完了吗 一说到这嫁给他 宋征瑜这个脑子多大 为啥 这个人呢 用情也挺专一 就跟柳师好 也没跟别人 嫌扯淡 但是他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哥现在说呀 宋征瑜是个妈宝男 怎么妈宝男呢 就咱们现在有不少说 说独生子女 要是男孩的 往往背后必然 站个变态的老妈 这确实有一定道理 就这母亲 就这么一个孩子 那得往死了疼 这往死了疼 容易转化成 极强的控制欲 造成这孩子 对妈非常依赖 所以你看现在 这个独生子女 这男孩 一回到家里 往往 一问 妈呀 妈呀 准喊妈 说那妈呀 不再碰着爸 喊啥呢 也喊爸呀 接下来一句 我妈呢 你看嘴是这话 所以这宋征瑜呢 他母亲 控制他 控制得很厉害 他也曾回家呀 提过这事 当然也是 不能直接提 我这青楼女子 怎么着什么的 他母亲 那可是柳梅倒树 兴演员成 干嘛玩意儿 咱家要娶这个 万万不能 你死这条心 所以宋征瑜知道 他母亲 绝对不会同意 那怎么办呢 这事来来 柳儿师一问 宋征瑜 只能支支吾吾 往后支 终于有一天 柳儿师实在忍不住了 说来来来 你来咱俩谈个事 到了船上 一看呢 柳儿师呢 打扮得非常整齐 不是平常的 那个花钱月下的女儿装 而这一声呢 像个儒家公子一样 在他面前呢 这边放了一把琴 古琴 这头 案子上割了一把刀 就那长把刀 那一放 说干嘛呀 说宋公子 今天咱俩做个了断 有人说拿刀是玩命 不是 柳儿师说什么呢 你要答应给我书身 迎娶回家 咱俩今天往这一坐 把刀撤下去 用刀干嘛呢 骗个羊肉 给咱烤羊肉 你要是不行 你给我个痛快话 你看着没有 把刀就拿下来 我这一刀 把这琴斩断 咱俩今后啊 你走你阳关道 我走我东木桥 至死不相往来 你看如何 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刀下去 把这琴砍断 这叫断琴 断琴就是断琴 那就跟那歌席绝交 和那差不多 这宋正宇一看 事到临头了 脑子一片空白啊 他这这这 这说不出话来 柳儿师一看 伤心欲绝 我怎么托付给你 这么个窝囊费 咔嚓一刀下去 七千琴断尾两截 自此跟着宋正宇 再不往来 就柳儿师呢 眼里不如沙子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磨磨叽叽啊 你花言巧语啊 你打动不了我 当然咱话说回来 青龙女子 像柳儿师这样 有见识 她知道自己 这个社会地位很低 她要摆脱这种状况 寻找真正的爱情 但是她心里也清楚 年貌相当 这个人呢 不怎么可靠 凡是女人 她有一定社会经历 她就知道 找一个年岁 跟她差不多的男人呢 不是件特靠谱的事 为什么呢 这个女孩成熟啊 比男孩早 同样的年龄 女孩比男孩 得早成熟两年 所以你找 跟你年龄差不多的 其实你等于是她姐姐 你很多认识 比她都强 而男的在这个时候呢 一样的 还都是孩子呢 耍小性子 也不怎么值得疼人 所以柳日市经过几番 青海波澜呢 她意识到两个问题 我得找什么样 第一 得找岁数大 岁数大 有钱 有地位 有个依靠 还值得疼人 第二个呢 这我找岁数大的 她把我迎娶出去 这不像那岁数小的 那么轻易容易变心 那个这个 这个那个 我跟着她呢 算有了依靠了 因为青龙女子 除了秦极书画 狮子歌赋 也不会什么 你只望她出去 摆个摊 卖个小笼包干嘛 这苦她吃不了 而且要找年岁大的 我不能到她家当妾 我得让她明媒正娶 咱们看大战门里头 那个抱狗的丫头 香秀 那不最后强烈要求 白景旗明媒正娶吗 否则的话当妾 她看前面几个丫头 那下场 她不愿意 那么说这个条件 可不好找 所说大的 还得明媒正娶 有钱有势力 有学问 说白了 你这划了划了 这跟沙里邓金差不多 哎 偏偏柳儿市 这个齐女子 就找到了一个 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 这个人是谁呢 咱明天给大伙接着说 蜜月 你以为蜜月是怎么回事 蜜月就是逃难月 你现在你这个什么节目里头 有的那女扮男装 你跟他接触一会儿 你就大致能看出来 有的时候怎么瞒不住 荒木兰不就瞒住了吗 荒木兰是通讯病 荒木兰是通讯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